大家好,欢迎来到NursePro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最主要是分享Oskie的考试资讯 希望可以帮大家成功通知Oskie 今天的题目是Oxygen Therapy 这个也是一个叫做比较新鲜的题目 是新加在Skill Station 里面的 首先想说,这个频道其实是一个分享性质 希望帮大家通知Oskie 很鼓励大家用回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行程去做这个考试 只要帮到大家记就行了 因为考试内容很多,所以要记齐所有东西都需要一些方法 所以我希望这个范图可以帮大家记熟 而且记得所有的点 记得考试之前查看最新的Marking Scheme 因为NMC每几个月会更新一次,会有新加的点 现在我分享这个是Version 1.9 看回你最新的Version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加 我里面就要加在考试或知里面 之前有一条影片出了,是讲回Oskie的Framework 希望透过这个Framework 可以套用在所有的Procedure Skill Station 里面 套在你们的Task 里面 然后方便做这个Station 所以我会讲得快一点 关于这个General Steps 我重点这条影片也是想讲回Oksigen Therapy 这个位置 首先,一开始 我知道今次要给Oksigen Therapy 我们计时起开始 Before approaching patient 之前 首先要做的三步曲就是要讲出来 现场环境安全 地下没有雜物 第二,我会关门Line Curtain tiers,我会做Hand Hygiene 如果你是第一个Hand Hygiene 要 won全 heute 五步的 dirigir WHO的guidlights 第二是完成後 接觸患者 要叫嗨 介紹自己 看看患者想如何稱呼他 然後簡單地說一下 今天來找你的目的 讓患者知道 然後很快地要檢查 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項目 然後 醫療要對名字 Dates of birth 對手带上的Hospital number 你的community就對名字 Dates of birth 好 接著 我們剛剛對完手带 再看看他的手带 究竟他有沒有症狀呢 問一問患者知道自己有沒有症狀 如果有的話是什麼 藥、物件、Latex、Dressing Materials 或食物呢 問一下他有什麼反應 之後我們再講一講 我們今天來找你的目的 講詳細一點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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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要檢查一下 就是看他有沒有不舒服 看看這個 部位置有沒有指定的姿勢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安排 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離開患者 去準備我要的物件 然後呢 如果是弱的話 就要檢查一下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之後再回到患者 去做那個 procedure 的 好了 今天要講的是 Oxygen Therapy 首先呢 這個Task是有10分鐘的時間 還有 Positioning 都有指定的 一定是POP-UP的患者 因為我們可以給到 Oxygen Mask 還要給到 NORREBREATH 還要給這個 RESIVAL Mask 的話呢 一定是 很困 所以呢 記得POP-UP是第一件事 在我們給Oxygen之前 因為Oxygen是藥物 對吧 所以我們要檢查一些 PERSCRIPTION 但是你可以很快地做的話 就是先POP-UP 那個PATENT 有機會呢 你進到那個時場上面的時候 你做完 一開始 現場環境安全 HENTIGIN 你說Hi 的時候呢 他可能第一個就跟你說 我休息很辛苦 這個是可以出現的環節 那你如果遇到這個情況之後 的話呢 你立刻POP-UP 那個PATENT 因為呢 你對名可以一會再對 你 而且POP-UP其實是沒有任何的不好處 對吧 因為他喘你都要先POP-UP 這樣先做了POP-UP 然後呢 再問他 現在這個POSITION 你有否好一點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那樣 如果他說好一點 現在坐起也好一點 那當然還是OK 你還要給他Oxygen 那At least呢 在POSITION方面 它舒服了 你才再對名 各种类型 我们解释为何要给Oxygen Therapy 因为它可以是因为Low SpO2 它可以是因为肚泉 这些大家看看题目纸 我给了一些Tins 它套回 所以doctor 便批评了Oxygen Therapy 它会被给用Oxygen Mask 就是用右上角的Oxygen Mask 我们希望Oxygen Therapy 可以增加全体的Oxygen Saturation 而且你要确保悉患者 我们会保持观察你的情况 因为给了Oxygen Therapy 给了Reserval Mask 它应该很困难 所以也很需要一个关注的观察 记得查看位置 是需要提升的 好了 当你和医生简介了 我现在要给你Oxygen Therapy 现在要给你Oxygen Therapy patient也认为你 proceed 的时候 就要去查看 Prescription 对Fibrite 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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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ygen 其实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以给 他刚才会写上 他用什么器材 例如说 他考这个就是Reserval Mask 所以就查清楚 器材是Reserval Mask 查Ellergy 这是必定会说的 另外 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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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医生簽名 跟住 植物 可以先把Hedin 记住 这个Oxygen Veserval Mask 大家都不会陌生的了 但我们要先谈完 之前要做的一个置疑 指定 等待会再说 先我们先时间了 拿出Oxygen mask 备用了 可以填充 在患者之前就要做手臂肌 再在患者上, 再说是否否应该要进行 再再重复查身份 现在我们要先准备面膜 患者已经发现了 首先, 第一, 要先接吻树子 去个flow meter 去到 flow meter 之后 第二, 要调整 flow meter to correct flow rate 然后 第三, 要做这个动作 cover one way valve with fingers until reservoir bag fully inflated 这个是要做和说出来的 这些步骤全部都要说出来的 我需要你做的动作 要用手指用一 want wave valve 令到手臂完全充滿的 好了 準備好準備 首先用手臂膜擋在唇部和唇部 然後我們要檢查手臂膜的位置 有幾個位置檢查 沿著手臂膜的位置 可以很容易記住所有位置 拉圖膜擋在頭部 然後是唇膜擋在唇部 然後拉圖膜擋在唇部 你可以看到這些位置全部都要檢查 你要確保護膜是安定的 是在位置的 但不可以太緊 不太緊 我們不想增加烈膜的臉部 完成之後我們要檢查患者的舒適 他現在是否可以 可以問問他的手臂膜是否太緊 需不需要我調整一下 完成了之後 我們就謹記快點做一個 Documentation 要填上 Medication Record 簽名 Date Time 還有 他應該有位置 會叫你填上 你給了哪些 Types of Mask Reservant Mask 這個Case就是 然後要填上 Flow Rate 他提供了多少列 你就給了多少列 然後 你再看看他給你那張紙 有沒有機會有一個格 叫你填上 Prescriber Name 如果沒有 就簡單 你只填上 Prescription Chart 如果他真的有的話 你就寫上 自己的名字 在Administrator的名字 然後 完成了 也不太簡單 我們需要跟患者說一些 因為患者在100% oxygen therapy 我們首先 第一 剛才也說過 因為他很困難 所以我們要填上 所以我們要控制 Oxygen saturation 其實他應該是會 提供一個Target range 一般是94-98% 你可以看看題目寫什麼 然後你就解釋給他 我會控制你的Oxygen saturation 以及你的Respiratory Rate 然後我們是希望 可以接到Target range 是94-98% 這是第一 第二 由於他被HIGH FLOW OXygen 這樣吹著 長期吹著 所以會很乾 所以我們要跟患者解釋 他會有一個 MOUTH LIP 和FACE 可能會很乾 所以相應地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相應地有些事情要做 Aural Care Skill Station 其實也有些事情可以套用 例如你 要用一個FACE的Moisturizer 例如你要用一個 Aural Moisturizer Aural Moisturizer 和Lip Balm 可以塗在Lips上 這些都是一些 方法可以去 去改善乾性的情況 第三 就是要做 Aural Skin Inspection 因為這個 帶子 Straps 那些全部 都會 一直 放在患者臉上 這樣 所以也會增加了 他有 Pleasure Shower的 風險 所以需要做 Aural Skin Inspection 尤其是臉 耳朵 在背部的頭部 這些位置 那 記得要做 Documentation 簽名日期時間 還有 看看有沒有位置 要填 Oxygen Float Weight 那些 好 之前 離開患者 你提供一個 叫 給他 記得跟他說 如果你有 缺乏力 任何不舒服 記得立刻按鈴 告訴你 也要再重新一次 你會密集檢測 它的情況 然後 就 Dispose Waste 就是 要做 Hand Hygiene 還要清潔 乾淨 這個 如果你有用到 例如你拿了 Train 你也要說 好 想再提 Documentation 希望 在這段階段 套回Documentation 精神 所以 要 Prioratize People Practice Effectively Preserve Safety 和Promote Professionalism 和 信心 Oxygen 這個分享 就是這麼多 重點 要記熟 順序 順序 雖然 平時大家都會 比開 但是 我們要記錄 用手指 蓋上 One-Way-Walt Until Bed Fullly Inflated 另外 記得 POP UP 有機會 一開始就要做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另外 給完Oxygen 記得 我們有幾項 要檢查 Oxygen Saturation 我們要告訴 患者 我們都會檢查 很密集的 關於Oxygen Saturation 還有 就是 Dryness 以及 pressure shore 這些都是需要 密集的 希望這個分享 幫助大家 成功 到Oxygen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 可以Like 和Subscribe 這個頻道 看其他影片 去準備Oxygen考試 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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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